6月16号是黄浦军校建校百年纪念日 以国共合作不朽封碑为主题的展览 首次在军校旧址纪念馆对公众开放 海峡两岸不少民间团体也到场参与纪念活动 建校百年这天来自大陆和台湾的退伍老兵级黄浦后人 受邀到黄浦军校旧址参与纪念活动 黄浦军校作为百年前国共合作的历史印记 也被后人认为是民族团结的共同记忆 黄浦精神一直在延续传承 在新的时代里面黄浦精神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 当初他们打军阀也好抗欲这个外辱 都是为了民族的复兴都为了这个民族的事业 所以他民族的事业在他心目中 国家和民族在他心目中是放在第一位的 正如黄浦军校最早孝歌中所唱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 卧心长胆 努力建设中华所描绘的那样 在如今不少黄浦后人看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 才能够真正的承担起黄浦精神的发扬和传承 在经过近三年的修缮复原 黄浦军校旧址纪念馆在16号举行百年校庆仪式 并重新开馆给公众参观 1924年建校后 校本部共招收了七七学生 最新的展览中 我们看到不少来自黄浦后人所捐赠的产品 以及不同时期黄浦军校学生的毕业证书 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展成的文物 有了大批量的增加 我们现在是170多件展品 那么包含了方方面面的 从学生的教育 武器 还有一些学生的一些生活 教材等等 每件东西而且我们都是有考证的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存在 为什么用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方面实际上是我们比较 应该说比较全面的 反映了当年黄浦军校在这里 学习生活的一个情况 提升后重新亮相的校本部 根据在学校工作 学习过的师生日记 回忆录等资料 重现包括政治部 学生课堂宿舍等20多个空间 还有当年在军校内集会 演出的俱乐部大礼堂 高度还原师生学习和训练的场景 凤凤华卫视成员洗礼 听声吴之城广州报道